本欄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业投资者项目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我是出了名的面摊 被人家骂的面摊 如果人都这么好呢 你拿奖又怎么样 我微信一毛钱都没有 我不会到现在不会 怎么样都一切 我为你们节目鞠躬尽瘁 对啊 朋友先是空的 然后我也没有头像 很多人对我的个性有点误解 觉得我很温什么 那不是的 我是很直的一个人 干嘛 谁让你拍的 你谁啊 我想要只用演戏 让大家闭嘴吧 贵谢观众 鲁玉有约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玉有约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栏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指定颜料 大壶果汁 大壶果汁 健康美食每克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业投资找项目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鲁玉来到上海 相约霍建华 开启一段 展现真实生活状态的 怀旧之旅 我从来没有做节目一块 就是吃东西啊 很有生活气息哦 很多声音都没有 今天带你去那个 我挺喜欢的餐厅 两人来到霍建华 推荐的餐厅吃饭 那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榜样 真的是把这些声音的 太好了 谢谢 走近霍建华 嗨吃嗨聊 美食模式正在继续 要走的时候别太墨迹 我最爱看的就是那孤独的美食家 我也很喜欢看 我最喜欢在半夜里面看 特别变态 就看到自己简直饿到抓耳朵腮 那太虐了 我好想演那个戏啊 有一阵子我是真的是像他一样 我当然不是美食家啊 我是经常性的一个人吃饭 很享受那个过程 没有结婚前很多年前 这有点不太为什么 不会啊 下午我要去运动 然后运动完我要 可能去一个餐厅喝杯东西 可以喝杯啤酒啊 喝杯饮料都可以 然后就回家了 运动完了不用跟你的运动 都有运动伙伴啊 没有没有伙伴 我一个人都是独来独往 我没有伙伴的 你当时的孤独的指数比我还要高 高的很多 我现在下定志向就好 简单一点做一个演员吧 做得好与不好没关系 但是单纯一点 越单纯越好 对于你的观众来讲 是很负责的 就有更好的作品 对对更好的作品 就够了 就像拍如意转 自己觉得哇 脱了一层皮 然后觉得这个缘分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就是说不管收视好与不好 观众喜欢或不喜欢 但是我自己已经在里面 得到很多东西 那就够了 我是一个就是内心细丰富 就表面上就有 所以我要演戏我就会很吃亏 所以我要做演员 估计就是很糟糕的演员 这个演员除了背台词很快以外 估计一无是处 不会你不是最糟糕 我一定是最糟糕的 你得了吧 我是出了名的面瘫 被人家骂的面瘫 他们老说我面瘫 然后就说 你演什么都是面瘫 那我就想 那我演那种什么仙啊什么的 他也不能那种夸张的表情吧 你没有说我面瘫 然后我就想 哎呀 反正怎么着 怎么着都有话说 无所谓 那这个就属于你说 你怎么去解释呢 对 没得解释 也不用说 说的没有意思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跟很多香港导演 香港演员合作 碰过一个演员 叫做廖启智 然后他以前跟发哥 他们都是 同一年代的 都是实力派的男演员 有一个电视剧 他演我师傅 有一天我们要同到一个地方 我们就坐同一台车走 我说志叔啊 那个你可以教教我一些演戏的方法 可以吗 你不用了 你把人做好就可以了 好好做人 那我那时候还年轻 我还不能悟到这些东西 这么简单 他是不是敷衍我 没有 你好好做人 做个正常人 他就是这样 他早上就 他没有助理了 一个人就背个包 带一个wookman 听的计划浪尖 我也不知道他听什么东西 他在去化妆 有一天赶他杀青 他拍了快二十个小时 一句话不说 然后有一场是拍什么 他那个角色要死 然后他就摔地上 什么年纪很大了 我这一切都开在眼里 然后怎么这么好 怎么 后来有一天他杀青了 我说这时候我们出来吃饭吧 我们喝点酒 然后他就说 我说你每天在导演 听什么东西 他说他孩子唱了诗歌 嗯 孩子已经过了 我这已经 对对对 往生了 对对对 哇 天呐 每天天还要在 每天早上 这才真正的演员 你知道吗 他也演黑社会啊 也演那些 很张扬的东西 但他人是这么的朴实的 我觉得做人 可能比演习更重要吧 当然 对啊 更重要吧 如果人都做不好 那你拿奖又怎么样 我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其实就是 看谁的心 够 够坚强 够强大 这红角带走 他就我们带走 谢谢 谢谢 吃的不爽 记不起 好 不然我跟卤姐拍个招 一 二 卤姐我要拍照 来 你先给你拍 卤姐 卤姐在那里 你想站卤姐旁边对吧 我知道 没有 你想很久的感觉 同志们一定要把菜打包啊 这红砂肉太赞了 这个红酒的话 可以倒回去吗 可以倒回去吗 倒回去吗 可以可以可以 倒回去把塞起来吧 看你吃的还可以 其实我是可以的 大家老觉得我不吃饭 对我也觉得你不吃饭 我靠光合作用 真羡慕你 你店去什么时候上啊 快乐 快乐 正在万人之少 富士万千 可这万人之少 就是无人之店了 好看啊 我觉得好看啊 一般人没有这种机会 去过宫廷生活 而且我们 就是过了一辈子 这个感觉 我们连每个人说话都变了 平常也是那样子的 对就是 我连发微信都是 都是 我们的震怎么怎么样 是吗 对 我们那时候拍戏 中午要吃饭 那吃饭吧 我说好用膳 哈哈哈哈 就大家很习惯 看待别人先尝一下 对 哎很不一样吗 你以前拍那么多的 那个古装戏 就完全感觉不同吗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是吗 这次你觉得你就是 我觉得我们 这次是真的是导演 还有 剧组所有人 还有周迅 让我进到那个世界里面 让我相信我就 他们觉得你就要觉得你是 你不要用演的了 没有 给我一个这样的环境 我们导演叫汪俊 他也是演员 他不叫我的名字 就叫你 他叫我皇上 哦 这是有暗示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只要一半上了 穿上龙袍什么的 剧组所有人 看到我都会小让一下 就是不自觉的 你营造了一个气氛 嗯 而且这个拍摄时间又长9个月 等于你是生活在里面了 我们拍完如意传9个月 然后拍完的时候是很感伤的 然后杀青了回家休息 一个月以后我要去上海电影节 嗯 跟周迅一起颁奖 然后我们在见面的时候 我见到他 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好像恍如隔世一样的 哇 哦 真的 不过你可以演绎别人的人生 也是某种释放 对 这次演这个钱龙就很释放 很释放很释放 到后面有点人系不分了 那你演这种仙侠其实还蛮释放的吧 仙侠不释放 仙侠不释放 他很多东西都是扣那个绿布的嘛 所以你很难相信那是真的 你知道吧 然后前一阵子那个诺兰导演 有一个叫新剧穿越的那个 他为了让演员相信 他不用绿布景 他把它弄成真的是浩瀚星空的样子 给演员看 他让你相信 但我相信如果诺兰给你弄块绿布 你就相信了 因为他是诺兰 听到他名字我就相信了 对对他名字就相信了 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没错 如果说李安给你弄块绿布 你也相信了 你给我一个破布我都可以 对我都相信了 没错 《如意传》这部古装宫六剧 由周迅出演女主角如意 霍建华饰演乾隆皇帝 在2016年夏天开机 拍摄周期整整耗时264天 也因作为《甄嬛传》的续片 和拥有强大的主演阵容 一度未播鲜火 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九个月的拍摄也让霍建华 在表演上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体验 不是小之子 不是小之子 本公是皇上清风的贵妃 本公是皇上清风的皇后 还好就是碰到《如意传》 这么用心的一个片方吧 真的是他们挺用心的 这么好的一个剧本 导演会这么细地去抠你的戏 每天都想巴你的皮 周迅提点你一些东西 从来没有这样过拍戏就是有失控 什么叫失控啊 有一场就是说 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如意》的事情 我也觉得很亏欠他 皇帝拉下面子去跟他说 知道以前很多东西很 让你受委屈了 很对不住你 希望你还是可以好好想想 我们再重新来了 这样子 那毕竟他的皇帝 他也不能太低声下气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一去演 我整个崩溃了 因为我一直哭着说 因为我其实不应该的 因为你是皇帝 因为我想着这九个月 这一路上对这个女人的亏欠 就你入戏了已经 对 我觉得她太可怜了 这个女人被 嗯 太委屈了 太委屈了 真的太委屈了 那一刻已经变成我自己在 对《如意》说话了 那时候并不是皇帝 然后我哭得稀里哗啦 周迅看了就傻了 她怎么会这样 我手一直在抖一直在抖 你觉得你自己在亏欠她 霍建华想要对《如意》说的话了 那时候已经不是乾隆 要对《如意》说的话了 所以你知道到 那个是人系不分的 我说导演真的不行 这是我自己的情绪 我就一直哭 停不下来 都已经停机了 一直哭了 导演跑过来抱我 我没有 我是很理性的人 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也不喜欢让人家看到我这种情绪 非常不喜欢 但是你就进去了 那也没有办法 第二条 我才恢复到理性的状态去演 反正那种感觉 我觉得太奇妙了 那你回到台北的家 就面对你真实生活之后 你真正抽离那个西 又花了多长时间 那起码一两个星期 当然我还是很正常的 就是生活嘛 还是很正常的 但是内心老是那个 老是挥之不去那些对白啊 还有 每每想到那些 现在都还不能想 每每想到那些情节 都是眼眶都会 我从来不会这样的 不是那么感性的人 你知道吧 但是你想这个剧情 到底有 到底是多么的那个 多么深啊 写得很好 真的写得很好 被你说的 我好想看这个戏 真的好深 真的好深 我自己拍之前 我觉得就是古装戏嘛 就这样吧 那就拿出本能 什么一些经验去拍拍吧 进去以后 不是到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潜龙有很多阿格 然后这些小孩都夭折了 那每次演的 我也没有想到要哭或怎么样 但是我只要一说到 这些阿格 我就啪就掉 有一天周迅也吓到了 因为我们试戏的时候 只是把对白顺一顺而已 也没 我们没说到怎么演怎么演 然后好 要实拍了 安静这样 这些阿格 这些阿格 什么也夭折了 什么对白 边说边啪啪 我都不知道 我根本就是蒙的 就是另外一个人 见到你身体里面 不是我要演的 这个戏里面有好多这种情况 好多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状态是什么 演那个骂 骂那几个阿格的戏啊 我就一个个骂骂骂 然后就打 好拍完拍完以后 拍完这场以后 我整个胃痛 然后喘不过来 你知道这个身体反应 是你气到什么程度 就真的 就因为你动气了之后 就气在你那个体内可能 对 因为一般演声器 就真的是 只是演声器嘛 就大声 就要好了 气到胃痛 这个我真的没有碰过 这样子 好几次这种 这种状态 让我觉得好不可思议 多好多神奇啊 太神奇了 导演 最后就是说 我们在北京碰面的时候 他说 建华 你这是 你真的要好好珍惜 因为这种人戏 人戏不分的是 是很难得碰到的机会 我不是这样 我是行活的人 说真的以前 现在我觉得是 我的年龄也 就什么都敢在一块了 就是 婚姻 孩子 然后我戏里面 其实讲的最多 就是婚姻跟小孩的事情 全部都就是 你根本就是生活跟 然后那种孤独 那种帝王的孤独 孤独感你经历过 你知道 对 然后在《如意传》还是经历的 很大的孤独感 就是 我们可能一早上 拍群戏 然后可能 妃子都在啊 让大家说说笑啊 然后聊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很开心的 到中午出了一半的人 收工了 走了 然后换我跟其他人一眼 放晚饭的时候 全走光了 剩我一个人要到 趁到晚上 再拍夜戏 这是很奇怪的是 是 生活中 无时无刻在 把我跟这个人物 弄在一块 我们平常 因为 大家拍得很赶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出来聚餐 然后我也不跟人家 约吃饭 约的 不知道约谁 对 然后 有一天就提议 我们拍的已经很辛苦了 拍了好几个月了 然后刚好是那个 跨年 那想说大家聚个餐吧 好 那组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局 大家跟导演啊 导演帮我们讲评一下 什么的 大家也喝点酒 很尽兴 有什么也聊一聊这样子 喝得比较晚开心 难得一次嘛 好啦 回去看通告 隔天我一个人七点 七点出班 准时 我已经喝到两天了 其他人全部中午以后 好啦 我一个人去拍什么呢 一大堆对白 我一个人讲什么对白 讲我跟前皇后 对 诉苦 她的画像 一个人说了两页纸 我喝的我酒都还没醒 我怎么怎么办怎么办 还在宿醉 当然说没事 你稍微看一下 没关系 知道昨天稍微晚了 好吧 没关系 你准备一下 没关系 好好好 背包 脑筋还是懵的 还是硬看 但是我全部记不起来 看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好了 答应我们拍一条看看吧 我们走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可以拍了吧 好 那你拍吧 哎呦 那一条啊 就神了 对着这个黄浩华 说的这个 声泪俱下 台词一点不辣 本来也没有说要哭什么的 说到最后一句子 我记得很清楚 这样这个皇帝 真是一个孤家寡人啊 说他那个眼泪更好啪 就提下来 刚刚好 就很奇怪 因为我把这种 前天晚上这种孤独感啊 我觉得都带到这个 这个系里面去了 刚好是可以跟这个 这个画像说话 然后我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 因为 为什么他们都中午出班 为什么把我弄那么累 我说这是不是女人戏吗 怎么把我搞那么累 因为我真的好累 我每天早上就是 我一天一天一天 每天每天每天 对是女人戏 但是有好多女人 皇帝只有一个 对我没法惯 对啊 我也很奇怪 我蒙成这样我对白都下来了 不管说的好不好 但是我都下来了 只能说明你以前作为演员 你对自己的认知有点低 就是可能你以前的能力 就远远高过你自己的自我认知 只不过这不是让你发现 我其实是很不错的 我也没有觉得很不错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经验 是吗 我没有觉得很不错 我觉得可依不可求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说不封魔 不成活 人系不分 我觉得这个是机遇 这不是说给你 给你多少名气 就是你能够 能够有的快感 真的是 什么都拿不走 而且也合适啊 像你说的那样 就是你到了这个年龄段 无论多帅 多么有女孩子风靡 但你总要经历一个 就是我要从一个偶像 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男人的一个阶段 对我觉得是一定的 而且一旦你到成熟男人之后 你的事业的寿命才会更长 对 反正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让我从年轻 演到八十多岁 所以那个没有什么帅可言 到后面都是老庄 那你这样的话 你现在看任何本子都不入眼了是吧 所以我现在看不了本子啊 人家哪个我看本子 我看不了 对啊 好难遇到 对啊 所以我宁可静观其变 也不要 不要贸然的去破坏 嗯 现在对这种 对这种拍戏的这种感觉 嗯 如果我现在接到一个 不太好的 或是班子 或者是不好的本子 不好的合作对象的话 那我宁可先休息 嗯 真的 你拍完之后 我不知道拍什么东西啦 然后这么极致 等缓回来再说吧 maybe我可以当观众去看看 如意转 如果人戏不分演出来什么样子 现在是那个就是 戏骨开始占领 占领一个圈 市场 嗯 希望有一天我也成为戏骨 哎呀 可以啊 不要戏骨 就小骨就好了 花千骨就好了 花千骨 对啊 他的确通过如意转 找到了他作为演员的那种 创作的快乐 进入到一个表演的一个新的境界的 那个 那个转折点 至于事业是否转折点 我不知道 因为你要看市场如何接纳你 我一直相信 演员 我要经得起时间的 耗 或者叫磨练 我希望收拾 口碑都特别好 但无论是否如他预期的那样 他都不要忘记他这九个月 所付出的那种快乐 那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如果他能够一直这样坚持的话 他就能够熬成一个 从花千骨到细骨 胡杰好没面子 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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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姐你好 哈哈 你现在哪呢 我在上海呢 我知道你在上海 我也在上海 你在上海哪 我在 我在民馆里 我在我在房间里 哦 哎你你你等会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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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哈喽 哎呦 哎呦 哇 哇 这个这个 作为一个礼服送给你吧 啊 谢谢 你应该本人来现场 我们刚刚在吃饭 对我们刚刚居然又想到你来这 啊是是刚不好吃 所以想让我在推荐点更好吃 啊 也可以 我们想去你餐厅吃 哈哈哈 你们是在做什么节目 哈哈 哈哈 鲁鱼有约啊 去那里的去那里 我花钱 你几点收工啊 你 我今天 一天晚上你们 有安排吗 没有安排 哈哈 等你安排 我现在不是在节目上 也算是节目上 也算节目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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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怎么不知道该怎么着 哈哈哈 你今天是在拍广告是吧 你下一部戏 啥时候拍 明年 明 你们俩都是明年 啊 啊 老胡啊 你先拍着晚点私聊吧 嗯好吧 行行行 私聊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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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老胡也折磨坏了 这么好玩 我觉得老胡的那个节奏还是挺稳的 对 他之前跟你还真有点像 他比我猛多了 他比你更稳 对 你看就是跑到国外去 他列场之后就没有 他跟我一样没存货了 后面都没拍戏了 我觉得挺好的 做演员这一行 其实每个人都是没有把握的 因为这一行很残酷 就是你无论多火多红 你都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又能够尊敬 像你跟胡哥这种选择 就是我不管明天怎样 我先把我脚步放慢 也许我今天不拿这个机会 我明天也没有了 但是我还得放慢这个脚步 需要足够对自己的自信 对 但可是你又说你是个不自信的人 所以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一点 在你身上 对啊你说这种不自信 但是我有时候又很有觉得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 即便周边人都不赞同 但我觉得我说的是对的 一年以后你看看 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我很有熬的心 你看我那时候开始 决定要好好演戏的时候 就是刚好也碰到一个香港的 一个制片人跟我讲 建华你什么戏都要拍 你这个时候千万别挑戏 你挑你做了以后你才知道 以后你可以拍到好的 你才会珍惜 我真的听进去的 他也算是我一个贵人 叫王子明 一个制片人 每天埋着虎干拍戏 然后没人就来干嘛 然后到那个微博 很流行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 然后有人劝我说 那个 你有没有微博啊 我说我没有 哎呦你这样怎么行啊 你这不行了 你这个混不下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有的 然后我就 我就说 我告诉你 我要做一个没有微博 我还是有拍不完的戏的演员 等着 那我现在 我到现在为止 我有很多选择的戏 我带我没有微博 我就是那种 你不能说我 你知道吗 你不说我还没事 你说了你就 我就要跟你斗 那我说我没有那么自信 但是我骨子里面 还是有那种任性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 很要自尊的人 非常要 本欄目 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 节目正在继续 本欄目 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的指定饮料 大壶果汁 大壶果汁 健康美食每克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业投资炒项目 请登陆 3158招商加盟网 3158招商加盟网 走一走还挺舒服的 嗯 都是一小时后就楼了 这是咖啡厅的吧 可以喝一杯杯咖啡 好啊 好啊 我没有零钱吗 我没钱 我有钱 我跟他们要 我不是两个没有钱的人 我有钱 我有钱 你能微信付账吗 我没有 我微信一毛钱都没有 我不会 到现在不会 我一毛钱没有 我微信里有钱 你不会弄那个是吧 我会弄 但是微信每年只能够花那么多钱 我已经抄了 抄了 抄了 这个 嗨嗨嗨 你看 都是美女 好像对 你喝什么 咖啡拿铁吧 热的咖啡拿铁 对 一杯 然后给我一杯热的美食 加糖加奶就行 多少钱 哎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小时候吃的 我建议你 来一个 哪有你 你先 豆 豆 这个你吃过吗 五香豆 它是豆 这是上海的 买一个我带回去吃可以吗 你带回去 那我再加一个这个吧 哎哪有这样让人家花钱 对你这样 不是应该你请我吗 你们谁借我点钱 我觉得这应该我来花钱 不用不用没关系 哪有那个规矩 没有规矩 你象征性 不用象征 没有规矩的 我们没有规矩 我哥好帅 我东西拉铁 好 谢谢你 豆哥没吃过你吗 可以啊 你开可笑吗 可以啊 那我们先喝完咖啡 待会一起 最后走的时候一起 好吧 超帅 因为我有个朋友超级喜欢你 但是他今天笑我 没赶过来 男神 你让他应该随时来看你 对我可能惊喜发生 好好玩啊 这个节目 哈哈哈 你们节目太好玩了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最怕飞机上 有人在看我的节目 游戏发大屏幕上在放 就是 你就 偷就滴滴 你就 不怕 不行 我最不方便 就跟你不想看你的那个是一样的 对 很奇怪 我最怕什么你知道吗 没有 我以前出过唱片嘛 我唱过歌 哦对啊 然后有时候 去一个餐厅是吧 人家故意和照你的歌 我完全不想听那个 他是特意要唱 他是热情 对 但我造成我的那个不舒服 我明白 这是我的吗 对 没事 好 加糖加奶对吧 对 猜到答案 啊 你怎么猜得到 因为你喜欢爱国家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长得很苦对吧 哈哈哈 因为你长得很甜 你的朋友已经知道这个噩耗了吧 哈哈哈 他估计后悔的在家里面 撞墙呢 哈哈哈 是吧 他撞豆腐 敢不敢撞你硬的 哈哈哈 这后面还有很多书呢 你好 你好 可以啊 我们待会一起 好吧 我们先逛逛物好文青的感觉 哦 文青 真文青 那个女粉丝们想跟他 好 三 二 好 一 来 来 来 你来靠着霍杰花 靠霍杰花的街头 来 最后一批的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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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车 OK 我以前去机场不会化妆的 你现在都还要 都要化妆 因为他拍那些 你也不知道好不好看 你遮起来 可能对 然后你尽可能穿的稍微 稍微整齐一点 我是真的会骂 一直骂 你说他们什么的 你说你拍什么拍 你拍什么 你干嘛 谁让你拍的 你谁啊 就会骂 后来觉得吃亏的都是自己 哎呀干嘛 因为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 对呀 改变不了 他们就一直写我 什么怒指 什么记者什么的 后来我就 我就叫我的同事 发我的那个 工作室的微博 我说下次说见纸吧 你们啊 换点新的词 对上次我看了你纸的那什么 纸就是说哎你让一下 但是但是你 你别撞到人 他也说我在生气 我气什么 对我还看照片 主要你头还仰起来的 还是那好像很很转 对好像在在在说什么 然后现在好多那个 明星就是 到机场去都穿的好隆重 我我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 然后他们都分不清他哪一天 哎这个很这招很高明哎 我不是高明 因为我不我不换 不是说我不洗衣服啊 我知道就是男的都是这样 我不打扮 就同样的衣服就都带 这裤子穿了多少年了 就一样的 在裤就是一种 然后衣服黑的就是实践很美 我今天还算稍微好一点 还有袖子的 我平常都是短短袖 然后加一个随便一个 对所以人家不知道你是哪天拍的 不知道哪天拍的 哎这也蛮高级的 哈哈哈哈 我是最怕打扮的 平常我是完全不打扮 我年轻的时候爱漂亮的 我年轻的时候爱漂亮的 你老说年轻时候 年轻时候你只是多少岁以前 20多岁我那时候 我爱漂亮的 哎但你后来那些 把你取关的粉丝 你们慢慢又再回来 我不晓得应该不会了吧 以前我记得不知道上什么节目 然后你们说啊 霍建华我们支持你一辈子 我说哎呀话别说太早 别说太早 你们都会碰到比我更好的人 那你就去没关系 我不用你们一辈子这样 对我是很直接的 对啊 你喜欢逛这个公园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是中老年公园 周末这边很多那个家庭的都会带这边铺一个在这边野餐 嗯它都是一些老年人嘛 所以他们早上都会打太极啊什么的 又这个黄色落叶很美啊 对上海的公园还真蛮好看的 挺舒服的吧 嗯我在北京就去日台里面去混 嗯一个人 逛完公园然后旁边有几个小巷子里面有些小店我就一个人在里面吃饭 哎你们小时候玩那种叫拔根的游戏吗 怎么拔 就是我们会两个小孩每个小孩找一个这个棍儿 嗯 然后两个这样拔根 嗯 然后看 哦有有有有 我玩过我 哎呦我这断了不行 然后你就赢了 我玩过 嗯是吧 我们会找那个 你知道你知道我们怎么样把那根弄特别硬吗 放在鞋里边 哈哈哈 会怎么样 他又变得很坚硬然后就会赢 真的假的 对 那么是有味道 对啊 这个小孩但是会 哈哈哈 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赢吗 小林你们看着就是说不要挡到路人什么的啊啊啊啊 那你们靠边去看 那让你们 你们注意那个行人的那个 人家也路人啊 我很在意这个 很在意 对 我很怕 我明白 嗯 我有那个心理那个病 对 我很怕弄到路人 你们节目有带过去逛过公园吗 还真没有 还没有啊 那还好 没有 有小孩在骑自己 啊 你先看到别的小孩 没有特别的有爱心泛滥的 不会 完全没有 不会啊 你以为会有对不对 其实没有 对啊 我昨天还拍广告 就是那个他们请了小孩跟我一起拍 我见过什么样的小孩 很喜欢小孩 嗯 见到我妈妈就说 哎给卢鸦一张名片 我也傻了 然后上面就罗列他拍我的各种东西什么的 哈哈哈 真的 我相信我相信 嗯 嗯 我有一次拍一个戏 然后我们就那个在等戏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小小小孩要来要来演我的 就反正回忆中的一个儿子这样子 哦 我在那等戏 然后远远的看到一个哇 好大的一个保姆车 我想哇 哪一个哪一个腕来了 这这么可怕 这么大这么大 运游记住没有人用这种车 那时候我坐男一号啊 我也没有 我这车是小车的 我看谁来了 以为是什么大腕来串一下 就一看那个是那个小孩 一下来就啊 导演说说好 那这个建华哥哥好 一套一套的 哇 我反而觉得有时候在那种场合看到小孩啊 好可爱呢 我觉得就特别 我不喜欢那种人 我是喜欢长得好看的小孩 那你看到我小时候应该还可以 哈哈哈 你小时候还行 我小时候还行的 哇 就黄色夜操 是很漂亮啊 嗯 漂亮漂亮 我记得05-06年的时候拍完戏 然后没事我都一早就会来这个 听个音乐就这样走走走圈 然后就没戴帽子 然后也没戴口罩 就大大咧咧的上街 没事 没有 因为根本没有人想到 你在这边走来走去 其实这个习惯持续了很久了 对 持续很久了 很舒服吧 对吧 很好 多漂亮 像你就应该住这附近的楼 就离公园近的楼 对 我当初就住的不是太远 对 走路就可以等了 因为今天来公园 是霍建华的提议 这个公园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中老年公园 还不是是老年公园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他挺逗的 他以后愿意来这个公园来转 这就属于他的一个特点吧 特别是这是他刚刚来 内地打拼的时候的一个精神放松的一个地方一样 所以有特别的意义 我还从来没有就是跟大家分享过我喜欢去哪 或者是喜欢吃什么 从来没有 我基本上不爱分享的 对 你会觉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有一些更新的朋友发呃 加那个微信啊 我朋友圈是空的 然后我也没有头像啊 你说我你你你你你你你干嘛 这有点恐怖 恐怖 他觉得你你是什么山上的人吗 哈哈哈哈 对的 但我觉得我好奇怪 我怎么什么也那个 你从来没发过 我没有没有 我以前发过 以前发过 还有后来后你就删掉了 后来就对就会删掉了 我每次发完以后就觉得隔天就觉得说 好傻啊 自己在想什么东西 后来就 哎你看你家内有多纠结 嗯 就一个朋友圈 对都可以纠结 那这又能怎样呢 对都不会怎么样 很多人对我的个性有点误解 觉得我很温什么 那不是不是的 我是很直的一个人 然后我的个性也蛮冲动的 然后有时候真的是 顾及到大局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一直在 一直在隐忍 一直隐忍 嗯 对啊 那我其实 刚好可以借你们节目 我觉得还可以说出来 就是说 我其实不是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 大家想象的 我觉得我其实挺有个性的 对啊 那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你爆发的那一刻 哎呦 我爆发太可怕了 不要了 我修养很好 现在 哈哈哈哈 就是看着挺蔫的 不发脾气的一个人 这样的人一旦发起脾气来 哇那不可收拾 就是我这种 但我现在两年两三年发一次大火了 两三年 两三年 对对对对 请问你上一次发火上一次大概是两年前 是这种就是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非常可怕 对啊 我把电话都摔摔烂了 生死历劫似的 嗯 对 两三年 所以差不多到到期了哈 快了 哈哈哈哈 看谁撞到枪口是吧 现在不会了 现在我真的好很多 现在不会了 没什么事对我就是说是很严重的事情 没有 所以个性压抑是不好的 对 因为我说看不惯很多现象 包括在剧组看不惯那种大欺小或怎么样 我都会 以前都会骂 都会说 以前刚开始拍戏的时候 然后就得到那种导演的很不公平的对待 啊 我就 我就心里面想 我说 我一定要成功 这个成功不是因为要怎么样 就是 我要让他们尊重我 然后我不会这样对其他人 我要把这个感觉给传下去 所以当我开始做男一号之后 每次跟我拍戏的这些年轻人 都是跟我打成一片的 他们老是欺负我 那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我不想要那种那种阶级的那种分的太多 那后来就是 就变得这个是我一个动力了 我动力不是说 哎呀我要怎么样 不是 是想在片场人家尊重我一下 而且我在现场不能看人家偷懒呢 我也要说 哎干活 不过如果你主演都是那样的话 那谁还敢偷懒呢 对啊 我拍那个什么笑傲江湖有一版 我演令狐冲嘛 那也是男一号嘛 那 在那个横店因为很多群众演员 天气太热了 都躲在那个屋檐底下 然后让傅导演找不到 然后就耽误那个拍摄时间 都躲起来 最后他们就喊不来到现场 我就站在中间 晒了太阳 等他们 他们都来了 哦 来吧去吧去拍吧 站着 他都站了 而且没有打伞 站着拆 然后我们放饭嘛 因为夏天拍戏拍古装 每个人都要把那个衣服脱掉 因为热吃饭 然后可以凉快 但你全部演员一脱呢 就要耽误剧组 放了饭以后再穿起来 都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开拍了 所以你不脱衣服 我不脱衣服 你不脱大家就都不敢脱 后来大家都不脱了 所以每个制片人 都是很喜欢用我 因为 我不脱衣服 除非说我下一场戏 是要换另外一套 那我才会脱掉 那么吃完饭以后 我就可以穿另外一套 不换衣服 我绝对不脱衣服 就吃饭 这样吃饭 流的汗吃饭 然后那些 不管女生男生 都不敢脱 现在你还会这样 我还是这样 我就一个人 然后早上我就自己开着小车 去山上化妆 然后开到现场 基本上助理都不跟我 然后在他们家里面休息 他们唯一要做的是 帮我做点吃的 帮我做点吃的 就是我收工以后 我回到房间 可能要吃点东西 因为现场的环境很糟 我就不让他们来 我就一个人在那边 都还是保持这样的习惯 好多如意传的演员 都是第一次合作 他们觉得我好奇怪 怎么会这样 然后一个人就在角落待着 那我是习惯这样的 对 而且我本来拍戏 就是很纯粹的 只是说现在影视业 大家很进步 然后又会太过于 照顾这个演员 那其实 这样反而不是很好 所以我有时候还是会 稍微自虐一下 有人吃饭有桌子 以前的桌子都没有 对啊 如果环境不能给我 我自己去找一些苦头去 去尝尝 很多人觉得 你干嘛拍戏要这样 你现在不用这样吧 你看你已经有名了 你不用吧 对啊 那我觉得那不是 不是那个状态 我要在里面很苦 我才能 才能找到那种激情 但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就是一个人用心做的事情 观众是能够看得到的 有时候越笨的方法 就是好的方法 对 所以对你来说 这是你的事业上 算是第二次 第一次等于 就是你在台湾 你觉得不能再拍那种 我爱你 你爱我 对对对对 偶像剧 不管那多红 我都必须要舍弃 对对对对 证明你是对的 但只不过你要在内地你要花 从04年要到 比如说11年 对对对 更长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 等于是你第二次你要决定了 对 过去让我再哄 但它都得是个句号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这是第二次的想要 内心想要大反转 对 我现在的欲望啊 就是说 我想要用 只用演戏让大家 闭嘴吧 对啊 想用一个角色让大家闭嘴 这一两年 大家太多的那种 对你的私生活的评价 我也觉得有点烦了 希望用一个角色让大家闭嘴 只是说 其实它真的也蛮好的 说真的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它的 其他的东西呢 对啊 这样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过来 就跪谢观众 他的盛名和观众对于他的演技的质疑 这是让他我觉得最深层次的苦恼 有一天我的演技 让你们所有人都闭嘴之后 你们也就不会再说我那些私生活的事情了 所以这是他的那个 那憋那口气的最深的那个根源 这我明白霍建华 他就是你怎么去跟那个人去辩论 你要去澄清一些 子虚乌有的东西吗 所以他就是憋了一口气要通过如意转来 来打一个好像是翻身杖一样的 真辛苦了 希望你别感冒 你穿太少了 又脱了一层皮 对我也是有释放跟治愈 有示威信吧 没有 好 拜拜 别送了 好 拜拜 别送了 拜拜 拜拜 开场车 有忙吧 拜拜 开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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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新浪娱乐搜狐娱乐中心网 凤凰娱乐中工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搜狐视频 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